那么为什么东京汴梁的宫殿 会形成这样的一个 南北不分 主轴不通 文治兵 宫殿像星辰一样散落的 这样一个格局呢 我们还得从它的源头上去推 它的底子 整个底盘三重尘 最里头这一圈是宫尘 就皇上的宫殿这一尘 端端正正的 外头还有两重尘 都是歪歪扭扭的歪菱形 外尘哪来的 外尘是北宋建立 刚刚前头没几年 那时候王朝叫后洲 后洲的世宗 特别有作为的一个君王 才荣 后洲世宗才荣 他就收复燕云十六州 他在收复的路上雄心勃发 战斗的也很顺利 结果在路上去世 一个特别刚硬的人 做事情也特别果断 但是某种印象 或许是因为他过于果断 最后他 好像一个尖锐的刚毛一样 最后断折了 他断折的结果是谁捡了便宜 赵匡应 就是我们宋代的太祖 赵匡应又是什么人物 也刚蒙 但他的刚蒙里 带着很多柔性 据说财荣死了 是吧 他作为大将 又被派出去打仗 这个时候他手下说 我们皇上刚死 是吧 小皇帝登基 我们还不知道替谁打呢 算了 你威望最高 我们大家都服你 你当皇上吧 然后把黄袍披在他身上 据说黄袍加身的时候 他特别恐惧 跑过去问他姐姐 这事能不能干 结果被姐姐打出来 说男人要自己拿主意 他是这么一个 有刚有柔的这么一个性格 孙代也说一句 品德上几乎没瑕疵 他继承的是我们 后洲市中留下的政权 他的都城 也继承的是我们 后洲市中留下的 这么一个四十多里的大臣 但这个大臣是歪的 是一个斜的菱形 不是一个方形 按说你在这个地方 也不算是特别 像江苏南京建一个城 你是不可能建出一个正方形的 北方平原上 北京城 大平原上建个城 元大都开始建的 一建就是个正方块 它有这个条件 按说东京汴梁城条件 以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可能建一座方城的 但是种种原因吧 种种迁就 最后没有建成 反而是一个卧牛的形状 它继承下来 继承的就是后洲的这个底子 这是外城 那内城是怎么样的 内城还是斜的 内城是一个唐代的 地方性城市的 汴州的城墙 地方性城市需要很方吗 不需要也斜 它没有这个需求 然后最里头的皇宫 它这个形状比较正 但它在老底子上 只是唐代的一个地方的 节度史的大地方官的官衙 所以它的底子也并不高 在五代的时候开始建宫殿 到北宋的时候 再来继承五代的宫殿 财家的后代 他都好好的供着 连南唐的李玉李后主 投降了赵宽颖 赵宽颖也好好供着 后来把李后主堵死 是他弟弟的事 他都好好的供着 他温和地对待着 他的前朝的所有政治遗产 他也温和地对待了 他前朝的城市遗产 和宫殿的遗产 就是在这种温和的 对待的基础上 北宋的宫殿 形成这个样子 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种生长型的宫殿 甚至是第一座 真正生长型的大型宫殿 这是它的重要特征 再有它背后的 那个社会底色 它是什么社会底色 再说一个宋仁宗的例子 宋仁宗家业班 饿了 怎么办 我想喝碗羊肉汤 这很正常 羊肉是很贵 但皇上喝碗羊肉汤 还是可以的 想了半天 忍住了 没喝 很奇怪 忍住了 第二天上朝 面色不太好看 饿了 饿了一夜 面色有点差 皇上怎么面色这么差 昨天想吃碗羊肉汤 皇上你想吃碗羊肉汤 都没吃吗 是啊 我假如想吃一碗羊肉汤 以后他们就会定下来 每天晚上杀一只羊 这肯定的 多花老百姓多少钱 我是老百姓供养的 他竟然有这个意识 我要尽量替他们省钱 其实他还有他的考虑 就是他要每天晚上 多杀一只羊 那皇后杀不杀 别的大臣杀不杀 他会一下子扩展成 一个整个的一个小的一个趋势 所以他就在根上把它掐了 他太会做皇帝了 有这样的一个 晚上连碗羊肉汤都不喝的皇帝 他当然不会说 宫殿继承到他的手里 他觉得 这座生长型的宫殿 这个生长该是个头了 我该给他来一个了断了 我该把它改造成一个 象象泱泱的 一气呵成的建筑群了 他没有 他接受了 所以说 不只是开始接受了 这个政治基产 后来的代代的人政的 推行人政的文人化的君王 他也不断地默认了 这个政治基产 这种生长型的宫殿 这个辉煌的前奏 和生长性的内部 才是北宋东京汴梁宫殿的 主要特征 那么 北宋东京汴梁的宫殿 它具体的建筑的样子 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做法是什么样子的 说法一定是什么样子的 我这种人的 不断地 也不断地